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出现南台湾第一只完整长毛像化石的复制品 这是与树谷生活科学馆特别合作推出 让游客不用到博物馆 在台南就可以参观蒙马像化石的展览 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 树谷的生活科学馆合作来策展一项 史前巨兽大冒险的蒙马像的一个巡回展 那这个展出非常特别 是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化石的展出 希望大家不用到我们科学馆里面去观展 就直接在旅游过程当中就可以来到我们旅游的景点 到观铁游客中心来看我们的蒙马像 也就是三万年前我们常知道的长毛像的一个标本 这个复制品 那一比一的复制品非常巨大 那可以在这边除了可以了解它的这个以前 我们的地球的一些古生物的历史以外 那另外也可以在这边拍照打卡 那会有一些精美的明信片 还有到树谷生活园区也有一些玩票的优惠活动 除了室外的展览以外 在观铁游客中心里也有摄影展 是交通部观光局为了推广生态人文风景 因此举办摄影比赛 最后选出一百多件的作品 作为巡回展出 游客中心里面有一个是 我们交通部观光局为了要推广生态人文 自然风景各地的这个美食 然后来举办了这个摄影增见比赛活动 那有从一千三百多件里面 争选了一百零三件的作品 那去在全省巡回的展出 这一次在观铁游客中心展出 有一百零三件的获得评审青睐的一个作品 那有展现了我们台湾非常多元的美丽的风景 人文历史美食的一些照片 欢迎民众趁着假期可以来到希拉雅风景区 吃美食看展览 除了能够了解希拉雅族文化 同时也能观赏到蒙马像的真面目 记者众议会观点区从报导